今天我要來整理 我覺得超讚的動漫 我朋友都是動漫宅宅居多 於是我也有榮悟他們 我埋頭骨幹了很多的動漫 然後我先說我是動畫派的 對不起我就是喜歡看動畫的人 第一部我推薦的是久久 謠傳世界只分兩種人 第一種是看久久的 第二種是不看久久 這樣有很多人不看久久是因為不喜歡久久的畫風 怎麼會 每個男生都打雞雞喔 第一部應該是大家覺得久久最悶的一部 但是有動畫風的彈幕超級好笑的 說久久看不下去了 拜託開彈幕看 如果真的再看不下去 就從黃金之鋒再開始看也可以 第二部 another 如果你是一個很喜歡沉浸在驚悚氛圍 但是又沒有jonescare的話 another真的很適合你 用三個名詞來使用它 應該就是驚悚 trily 慢步調 動畫背景音樂讓你聽得猛鼓手 你不知道接下來誰會被主動的領便當 再來推薦的是暗殺教室 這部應該不用斷推吧 這部好看到動手皆知耶 將將 這部也讓我看到那一部 我發現動畫的題材都蠻有創意的 下一部推薦的是 歡迎來到實力之上現實主義 唯有優秀的人才擁有優良待遇的實力至上主義學校 又是社會我路哥看起來好厲害啊 再來是天空侵犯 動畫劇情緊湊上想要接著看下去 還有這部劇情有滿滿的女生內褲唷 另外呢我最近看了那個 我推的孩子 我會看這部是因為他的主題曲很好聽 這部片有沒有過癮呢 我只能說這部有沒有合你的胃口啦 如果你對那個偶像題材沒興趣者 你可能就會覺得沒興趣